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恋爱是美好的 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 一步一步走向婚姻的过程 恋爱是甜蜜的 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小插曲 比如怀疑 嫉妒 吃醋 这都是每个陷入爱情里的人的正常心理 因为在乎 才会怀疑 嫉妒 猜疑 不过过度的怀疑会是感情走向不正常的方向 会让两个人产生疲惫的感觉 今天我们来看看恋爱中最容易犯疑心病的新男友哪些吧 一 金牛座 大多金牛座的男生都有点执着 不懂得变通 占有欲很强 容易吃醋 在感情中会设置很多条条框框 让恋人无法接受 金牛座的男生其实很细心 他们的防备心很重 所以很容易多想 也挺容易疑心的 同时 他们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清醒到甚至有点悲观的地步 别说他们一心病真的让人受不了 他们自己都累 随着金牛男儿的越深也就越上心 然后也变得越来越敏感 总是怀疑着另一半 其实他们非常在乎女友的看法 不过 他就算吃醋了也只会闷在心里 对恋人一个劲的耍小心子 不会直白说出来 说到底他们只是太过于爱对方 希望能与女友无时无刻都在一起 不离不弃 二 巨蟹座 巨蟹座的男生一旦爱上一个人 就会全身心投入其中 非常在意另一半的看法 内心敏感的巨蟹座 总会过度放大感情中的问题 开始变得患得坏失 这也让他们的另一半十分困扰 不少巨蟹男子恋爱中相当黏人 分开一会就想跟你聊天视频 问你在哪里 在做什么 简直就是在查户口 其实巨蟹座的疑心病 是源于他们内心深处的自卑 他们比较容易不自信 所以没什么安全感 容易去怀疑对方的真心 总是爱着爱着 就变得卑微 与其说巨蟹男怀疑爱人 不如说他们怀疑自己 一个人在爱情中的不自信 很有可能让他们 葬送掉自己的这份感情 而巨蟹座因为不安而感受到的痛苦压抑 也迟早会压垮他们 三 天蝎座 天蝎座的男生是非常精明能干的 但是当他们一旦陷入情网 这会成为全心全意去付出的人 而他们精明的特质 似乎也会暂时消失 并且相对的 他们的极度心及占有欲 也会随之变强的 有人说天蝎座的男生比较小心眼 他的神经敏锐道 如果他发现今天情人的心情好像怪怪的 光是这样一点点的直觉 就可以让他在脑子里怀疑了起来 想着是不是对方不爱他了 还是对方会有什么事情拦着他 接着他就会像得了失心疯一样 利用任何的蛛丝马迹来找原因 直到他了解全部的前因后果之后 他才能安心 其实天蝎座的疑心病不单只天蝎男 因为很多天蝎女孩也会承认 自己的占有欲真的很强 他们的疑心源自于过度在乎产生的不安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